来扫描一组社会新闻 资美兰芙蓉四名呼吁男子涉及入屋泼枪水 导致华裔穆斯林伤众不治后 一行人今早被押往芙蓉推示庭面控 当中两人被控谋杀 另外两人则涉嫌较缩罪 被控谋杀案的两名被告 莫哈默法迪里和莫哈默在里站 被控上个月23号谋杀华裔男子 因而抵触了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 另外两名被告包括未成年的少年 和莫哈默海鲁则被控教唆他人谋杀 抵触了刑事法典第109教唆条文 由于案件属于严重罪行 所有被告不获准担保 案件3月4号过谈 如佛方面一名印翼工厂巴士司机 西瓦森吉尔涉嫌5年前 杀死当时23岁的女友杜卡德威 被告今早在新山高厅被判谋杀罪名成立 判处绞刑 经过4年多审讯 法庭传照了26名证人共证 法官最终基于电发无法挑出合理一点 加上被告没有确凿的不在场证明 因此宣判被告提出刑事法典第302条文 谋杀罪名成立 灯架楼方面刮灯杆榜中一间华人茶刊室 今早发生了火灾 不过当时业者还没有开门营业 没有造成伤亡 这起事故发生在今早的8点左右 店面9成的面积已经烧成灰烬 由于销整员及时赶到现场半小时内控制火事 大伙才没有蔓延到隔壁的店铺 目前当局还在彻查火烦原因 业者也正在估算具体损失 不法分子打着震灾民业 在运货罗里贴上水灾震剂贴纸 但罗里内装满烟花爆竹 企图瞒天过海骗过军警路检 马六甲警方在巴州安南 埃及勒和亚罗亚也逮捕8名 年龄鉴于25到39岁之间的嫌犯 并充公市值51万令吉的烟花爆竹 嫌犯照共是透过通讯软件WhatsApp 打广告寻找买家 再将烟花和爆竹运送给他们 警方延后所有嫌犯到后天 并原理1957年爆炸物法令第8 知非法制造或拥有爆炸物条文调查案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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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